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当然会记住大家的要求 你们有点赞 我最高兴 所以今天找了Terence来 有很多东西跟他谈论 因为Terence对很多东西都有好看法 以及知识面也比较宽 除了虚拟货币的知识之外 我也很喜欢跟他谈论中国历史 也是比较薄学的 我发觉在web3领域里面 对有一个比较广泛的知识 其实是挺有好处的 这件事不仅是一件投资的事 投资是大家看财演 但如果我们谈到web3的项目 如果你只是看线、怎么飞 其实是很片面的 很多时候我们要看一件事的本质 Terence另外有个身份 他也是一个投资者 他也很喜欢看事情的本质 就是从现象看本质 最近有很多现象可以观察 所以就捉住他来 和我们分析一下本质的问题 自从去年FTX事件之后 有一个央级持余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叫做央级持余的 就是SOL Solana 由几十元曾经跌至个位数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趁低骂 现在也有一个很一样的情况 但提到SOL说是一样的 Terence就说 你虚一半了 最少我正在赚几十倍 因为这位哥哥 是在说两毛多指的时候 是投资Solana的 这件事很棒 快点捉住Terence来 可不可以和你分享一下 为何凭什么 你可以两毛多指买到Solana 或者我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科部的创办人 我们是做一个叫Validator的业务 我相信看你的频道的人 应该不会陌生 事源就是我们本身在Cosmos上 有点成了名 亦是因为Cosmos 令到整个市场出现了 Validator的专业 或者这个industry 虽然之前可以说是Tesos 也可能有点 Tesos比Cosmohub比较早 但其实电机的话应该是Cosmos 是 所以接着很多Proof of Stake的行业务 都是在Tesnet的阶段 包括Solana 他们找到Validator 就要在Cosmos找到我们了 那时候Solana是没有人认识的 他们是逐个逐个招呼的 基本上是看整堆Cosmos上最出名 或者最有Proof of Stake record的一班 他们逐个逐个问 那时候也找到我们做Tesnet的Validator 我们在看完他之后 当然一开始就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们刚刚进入了这个行业务 不是很久 我们在看他的Validator 然后再跟我们认识的一些很资深的高手 也有一些是想过来做你嘉宾的 大家也猜到了 不开名 大家研究一下 然后就觉得这个很棒 觉得他们在做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然后我们跟Solana的Validator开会的时候 是我们主动讨论的 因为这班人很厉害 我很想跟他们一起做这件事 我问他们可否投资 我跟他们两个伙伴是没有钱的 那时候没有全职员的 我们还在台湾那段时间 我说得明白 他跟Solana的Validator 其实钱不拖 会否愿意参加我们去玩 那时候Covanda有些恶言 很记得他的表情 他没有想过我这样问 然后我就不断碎他了 因为他们怕烦 这些可能他本身也有些不是自己可以控制 因为他可能交给 他们当时有Modicone 已经去Leading了他们的Foundraising 他又免得免得你两个小伙伴 又不知投资得一千多百 然后我就不断跟他陈述的好处 说你让Falidator投资 是会令到Falidator会更加engaged 日后你也要靠他们建设你的Broadchain network 我就跟他说Cosmo Hub 当时很多人失败了 是 因为Cosmo 2017年初 2月3月当时做了ICO 当时还叫做ICO 很多人失败了 包括我们现在认识的 可能现在很有名的Falidator 例如Figman Figman现在是Unicorn status 他们也没有投资 就跟Solana这样说 就是在他当时Raised的Round 一个部分 就问Falidator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投资 即是不仅仅是给你的 即是给其他Falidator 那他们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 他们投不投就是另一件事 那时他们名不见经传 但你们看完后 我刚才的反应就是 很棒的 有什么令你觉得很棒的呢? 我自己是一个Founder 我很喜欢看Founder的故事 例如我一开始看Solana 我先看人 我先看Anna Tony 说Solana的创办发明 CreativeSolana的人就是Anna Tony 看到他的发展很有趣 他本身在CreativeSolana CreativeSolana CreativeSolana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司 正在做研究 正在研究一些传承系统 然后他因为这样 有Solana的概念 还未叫Solana 为什么会叫Solana呢? 其实他跟两个朋友 都是CreativeSolana的同事 又是大陆同学 又是朋友 Solana 经常去Solana Beach 即是CreativeSolana滑浪 就是这样 现在每个人都认识到Solana 就是这样命名的 然后我看真一点 Solana Tony 他也是美国的 Water Hockey Water Polo 潜水游戏的 奥运级级别的选手 这些人我认为是很惊喜的 有些人说他有这样的概念 我没记错是用C写的 然后他的伙伴就说 你不要用C了 你用Language 叫Russ 很厉害 他不懂Russ 他两个星期内 学了Russ 写过整个Code Base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些Founder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些Founder 可能有点补偿自己不是Tag人的情意结 是 你欣赏他的个人 是的 觉得对 他不介意学一种Language 他本身应该用惯你的Language 写了一套 他可以为了这样学过Language 写过Code Base 我觉得这些人是很高的Execution 是的 你就很欣赏他Execution的能力 他看到一样对的事情 他可以从零开始 从自己什么都不懂 变成一个专家 我自己也很欣赏Founder 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 我也很喜欢 因为很多时候的project失败 其实是因为你放弃了 放弃了就等于零 很多时候你捱过最难捱的阶段 就会见到曙光 当然说得很容易 但你要放弃是有很多理由的 通常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你会见到更好的机会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也可以说你的信心不够 你的信心不够 你见到有其他机会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其他东西更好 通常的project 不管是否是web3 他可以成功到的Founder 我觉得除了有一个 很愿意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之外 就是他在很差的时候 他也不会放弃 然后逐个逐个问题去解决 这些人我觉得真的买少见少的 因为现在似乎 每一件事你都总有选择 有时太多选择 其实是比较难成功的 我反而觉得是这样的 好了 刚才你又说到 有句话说 因为你们做Cosmos Hub 所以成了MAC 请定义成名 我们在17年底 就认识Cosmos那群人 开始在18年初 做他们Tesnet的Validator 我们当时是不认识的 是不认识Blockchain 我们很有趣的 我们的成长和轨迹 我们是先学 一学就学Cosmos 包括Delegator Proof of Stake 这些有验证人 要投票的这些机制 很有趣的 你是先了解了PoS 反而这样反过来 就觉得Bitcoin很棒 是的 我们本身是想用Cosmos 去建自己的条线 就是做Social Network 所以我们要建议自己的条线 Tesnet 当时是要看条线的情况 有没有死亡 那些东西 然后我们就想要做Block Explorer 当时Cosmos是有一个 Open Source的Block Explorer 很英俊的 整个宇宙 很高兴趣的 但我们觉得 就是不好用的 Block Explorer 那么高兴趣 就做不到Block Explorer 需要的东西 我们用来看Block Explorer 是Block Explorer 当时我们就觉得 要做另一个 那就是 转转间 变成今天的Big Dipper 因为当时是纯粹为自己用 我们都是Open Source的 但接着 Cosmos有一个Hackathon 我们就觉得 Block Explorer 可以拿去做比赛 当时 主要是觉得 价值也很吸引 当时是大奖一万元 或者二奖也有五千美金 当时我觉得这个奖务很吸引 我当时应该很有信心 我们会拿到奖务 现在是拿什么奖务 然后为什么我们拿到二奖务 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奖务 因为当时Cosmos Hub 当时 都是现在事后看高手余魂 当时拿到一奖的 其实就是Certus One 就是今时今日 大家可能听过Warm Hall 这个project 其实是Certus One搞的 不过这些是后话 但当时是不知道的 当时Certus One 也是刚刚在大学的人 一群闻闻 这些都是只有三个人 我们科普只有两个人 就是一个 很有趣的 所以 우리가一直看过去 当时人都像 想要出索脚的 我们当时在Cosmos Hub 这种名气 是 being逼迫人都会公認自己 有中国成绒 这中世 结果如此次 代表面到面前 他们所称为Game of Stake 基本上是Botschain史上有真正正有 economic的誘因对抗的Proof-of-State的network 当时仍然是TestNet 但准备要上升 上升之前是最后一次预演 那预演是真的有incentive的 我们也得了奖 当时是我们的最初30个winner是其中之一 对的 您是两号几只投到 ATOM是成名作? ATOM是没有投到的 作为Early Mover 我们没有投到的 所谓投的意思不是现在买 是需要去private sale的阶段 可否说ATOM不是用钱买回来 是做Validator赚回来呢? 我们有 我们一开始就为了抢高的排名 我们没有收Covision 所以你也有买 对 但接着我们是ICF Cosmo Hub 上面的Foundation Foundation的Ground Tea 因为我们要完善的Big Deeper 我们是收Atom 刚刚收到第一笔Atom的时候 我也很记得在2019年 我们还在韩国 正在参加另一个韩国当地的比赛 那段时间收到他们 不知何时才想起 还未付钱 那时Atom是最低的 2019年7月 某一天 Atom在那时我们一群人都觉得 真是糟糕了 跌到妈妈都不明白 最低见过1元 最高5-6元 战争间5-6元跌到1元 那时他给Atom 那时是用美元换的 5元帐 没人知道 那时跌到1元 可能跌到5元呢? 是否现在事后才知道呢? 但那时用接近低的位置 给我们的50% deposit 而那时是用USDT算算的 所以我们也拿到1元 其实也不是很久之前 5年前 现在说起来 好像发生了很多事 我们公司17年成立到现在 只是5年多而已 但好像发生了很多事 是的 所以经历过这些 也不是一个低谷 可能是几个低谷的人 现在市场很差 比特币只有2万多 比特币有2万多很高 是的 我们见过3千多 SOS有20元 是的 但如果是去年 或是前年入市 你会觉得现在真是惨 我觉得信息 其实我想说的不是 多少钱 因为它很低买 所以它很能力 我想信息不止是这样 除了它很能力之外 就是我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包容度和这些东西看多深 你看到表面的东西 有没有赚 下个月升多少 什么时候回本 这是一个角度 这是炒股票的角度 是短炒角度 还是你看看事情的本质 回来我们一开始说的 重现象看本质 你看看本质的时候 如果本质是符合你的事业发展方向的话 可能你不会介意的 就是现在你由1元收ATOM 跌至5毫 你可能也不会介意 因为你看看本质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过去 刚才的十几分钟 想带出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 它才有能力走到现在 否则中间有很多事情发生 有很多困难 一定会有很多困难 那已经可能会转成另一样 最容易做的是什么呢? 反正这些项目不可以 不如接一下项目 设计一下 这个永远可以做到 但是一个成功的产品 做出来的人 通常要好好持续这些 所谓的call value 是什么呢? 现在Vobo走到这里 你的call value是什么呢? 我们是相信 就算我们本身很相信 虽然是虽然是虽然的 虽然是虽然是虽然的 可以带给普罗阶层的 一些更好的服务 或者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 这是我个人也很想达到的东西 因为自己本身也跟很多香港的 一个很普通的成长背景 一样的出生 我会觉得 虽然我自己也不是很有什么成就 但是在这个圈里做了一些东西 也能感受到 其实这个行业可以做得更加多 可以利用到这些普罗阶层的 其实我想Vobo这间公司 最后要朝向这个方向 我觉得中有一天 就是所谓的REP3成功 那一天我们不会再谈 什么REP2、REP3、Crypto 是不需要谈谈的 因为你在使用的 对了 我们不会每天在谈谈 在使用Internet 对 在使用TCP、IP 我们不会谈谈我的东西 现在没有人知道什么TCP、IP 我们不会谈谈这些东西 正如我们每天在使用的百勒通 你只会谈谈一下 你不会谈谈我 让我先拿一张百勒通 所以反过来说 其实其中一个indicator 如果我们一天还要把这些字挂在后面 其实一天都不可以 对 对 好 刚才你先了解了POS 然后才了解POW 然后发现Bitcoin很棒 究竟Bitcoin有多棒 以及现在你又怎样看大利市呢? 我们下一集回来才捉住Terence 和他继续深入探讨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分享 记得like、share、subscribe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你在我们留言区留言 我和Terence都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我们下一集回来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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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ite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